谭云耸了耸肩,灰剑斩断方沧海最后一道神魂的脖子,那道神魂便如一缕云烟消散于无形。 九道神魂心意相通,随着一道被毁,剩下的八道竟传出痛苦的哀嚎。 他们想挣脱使天魔源魔气的束缚,然而身体却不受使唤,根本纹丝不动。 哼,对了,你六层宫殿内的零食,我也都拿走了。 你这个小子,呃。 一种神魂发出杀猪般的惨嚎,却是被谭云一剑又缠六道,剩下的两道蜷缩在魔气里,神色痛苦至极。 哼,怎么不骂了,你倒是接着骂呀。 谭云说吧,又是一剑,披灭一道神魂。 待最后一道神魂残叫过后,便怒视谭云。 今日本手先载到你手里,本手先自认倒霉。 我告诉你,我起买老祖已经盯上你了,你早晚有一天也会死,会为我陪葬。 方沧海,你就安心地去吧,今后会有人为你陪葬的,那就是你气脉的老祖。 说吧,让你杀我的是气脉哪位老祖,叫什么名字? 谭云突然施展鸿蒙神童,直接将方沧海控制。 是气脉六老祖,什么名字我不清楚。 气脉六老祖,哼,你给我等着。 好了,你现在去大殿外,呐喊一声,对不起六老祖您吩咐的事情,弟子做不到,弟子自财谢罪了。 说吧,谭云一挥手便解除了鸿蒙神童,说吧,谭云一挥手便解除了鸿蒙神童,方沧海的最后一道神魂已飞出密室之外。 紧接着,谭云便听到对方的呐喊。 对不起,六老祖,您吩咐的事情弟子做不到,弟子自财谢罪了。 话音方罗,谭云便通过灵石发觉大殿外的方沧海神魂已经溃散当空。 谭云随后迅速收起地上长绳,将方沧海的尸体丢出了密室。 任谁看见方沧海的模样,都会觉得他是自吻而死。 老远,快请您收带。 收回十天魔元后,又用鸿蒙火焰将密室中的气息焚烧殆尽。 谭云这才通过传送阵离开密室,回到六层宫殿的一层。 接着,他又通过宫殿内的传送阵,回到了仙门方程通天灵阁十二层。 他从容不迫踏着阶梯向一楼走去。 当走到三楼时,又遇到了之前接待他的那名女子。 他当即施展鸿蒙神童,控制住此人,询问他是否知道万事通是死士之事。 不出所料,女子一无所知,想必整个通天灵阁的接待人员和伙计也不知道。 随后谭云交代女子,告知通天灵阁所有人,万事通有要事,故而要离开一段时间。 安排好一切后,谭云便离开通天灵阁,迅速飞出了方程。 他没有朝仙门攻勋一脉回去,而是朝内门方向而去。 两日后,谭云飞过内门到达外门,又离开皇府秘境,朝山门脚下天伐方程而去。 一刻后,贵宾殿殿内,谭云在大殿外攻身。 弟子谭云,有事求见宗主。 进来吧,发生何事了? 宗主,有金族混进皇府圣宗了。 谭云玄重面色骤变,猛然从座位上站起身来。 啊,你说什么? 谭云,金族乃是善故六族之意,据说已经灭绝了,他们怎么可能在我皇府圣宗呢? 宗主,千真万全。 一个多月前的深夜,共有三伙人坠杀功勋一脉二长老,其中两人便是金族侍卫。 他们左手虎口,接刺了一团金色骄羊。 谭云玄重,陷入短暂沉默,神色已是变得欲发凝重起来。 谭云,你可知金族侍卫,是我宗谁的人? 弟子不知,弟子得知金族混入我宗后,便想过来告诉你,也好让您着手调查。 嗯,皇府圣宗还真是什么人都有啊。 本宗主定会将混入我皇府圣宗的金族奸细查出来,赶尽杀绝。 谭云玄重目录杀鸡,随后看向谭云目录赞许之色。 此消息极为重要,你可是立了大功了。 能为宗主分忧,是弟子的荣幸。 好,说得好。 谭云,沈素兵沈青秋受席之时,本宗主已和久迈老古董约法三章,今后,他们不会亲自出手干涉时迈鼎立的局面。 如今功勋一脉是在发展阶段,你和沈素兵还有功勋一脉弟子,尽量少离开功勋秘境。 功勋秘境由你叔祖父坐镇,无人敢进入功勋一脉对你们出手。 你们接下来要做的,便是隐忍,等待能与另外久迈抗衡的一天,你明白吗? 弟子明白,若无其他事的话,弟子先行告退。 嗯,去吧。 哎,对了,皇甫玉的功法,你给他了没有? 回禀宗主,弟子已经给了。 哦,哈哈哈哈,好,好,你走吧。 是,弟子告退。 待谭云离开之后,谭亭玄众面色阴沉如墨,目光横立。 不管是金族还是其他势力,最后只有一个结果,那就是死。 谭云返回宗门之后,顺路探望了一番沈清风,在畅谭三个时辰后,有耗时两日返回仙门功勋一脉。 谭云遇见飞落于功勋道场上时,不由畏畏一乐,但见幽影被人捆绑之后,正掉在一座时空宝塔顶端,遭受着烈日暴晒。 谭兄,你回来了? 坐在道场边心不在焉的黄浮玉,悉行余色站起身来,身形几个闪烁,就站到了谭云身前。 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?这段时间,我很担心你。 不用担心,为兄这不是回来了吗? 谭云说着,便复耳于黄浮玉耳畔。 萧远,执法长老,还有所有死事,包括方沧海,我都已经处理了。 什么? 黄浮玉瞪大双眼,难以置信地盯着谭云。 他没想到,这短短十数天的时间里,谭云居然赶掉了这么多敌人。 好了,别愣着了,你现在到林矿,通知令魂境弟子,全部返回功勋道场。 稍后首席有事宣布。 嗯。 换过神的黄浮玉,便足踏飞剑腾空而起,消失在道场上空。 这时,一道声音传入谭云耳畔。 谭云,你这个该死的臭男人,有本事就杀了本统领。